当足球金标赛第一个比赛日 香港就晚点出场 在星期日的六点钟开球对着关岛 之前三次的对碰 香港对着关岛只能够拿到二胜一和 两次胜仗都只是赢得一球 这一场香港队见到他们的决心很足够 见到陈少奇在 另外前线中了艾力士和高帆 实力都应该在关岛之上 排阵方面也相当进取 高帆、陈少奇、艾力士 新组还有林家伟 都是进攻心态相当强的球员 现在18分钟凭着艾力士 整个漂亮的角球 造就艾力士 验赢了对方中度手将格兰斯 也承着门将Hervic出来的时间不太准确 就顶成1比0有好的开始 人生路不熟 关岛的后防 再加上他们好像第一日式 Hervic和麦当劳多次有些误会 这个球格兰斯又被艾力士屈速 完全爆赢了 Hervic走出来 结果走到他很尴尬的位置 被艾力士顶着碰门 早段领先 当然主场的球迷高兴 4分钟后 又是家伟发动攻势 给了陈京浩 陈京浩 陈京浩回传给后上的高帆 一拿再出 原来后处位的新组完全兇了 他也很稳定 用掃把一脚 一硬,硬中就有了 太近了 Hervic来不及反映 2比0 但是这个组织过程是挺悦目的 Kimsir当时当然是高兴 这球球出得挺漂亮的 除了高帆爆过对手之外 左脚刮到中间 亦是落点,刚刚好 新组曾经是港甲的神射手 现在堕后一格打中场 入球的能力依然在 但是凭着死球 关岛也是拿回一些埋门威胁 4个人合作 有些变化的 首先作势走过阿拉英古尔 原来是回传给队长的古连菲之质 不过这个球球射得不太硬 射高了,但是有点心事 对,关岛在处理死球上 看到他们有很多机会 这个球至少成功避开人场射到 不过自己射高了 上半场 其实香港队亦是主导的形势 这个球队看到陈兆奇拿到 再逗上来 这个球队也挺轮盡的 看到又和门将有些误会 麦当劳和Hervic 幸好这次又没有出事 但其实这个球队也可以构成回传 但那边没有事 这边是可以输的 很可惜 高凡这个球队太大 又是加伟交给他 他都心心不分了 因为一个相当黄金的机会 拿得很漂亮 只是面对门将的Hervic 谁知可能是Hervic的封晒位 又是加伟 抢了之后一比 比得很漂亮 他也拿得不错 可能就是封晒的封晒 令他要拿哪些 又看看关島 上半场的尾段 又拿回一些机会了 右闸的阿历山大利尔给过来 那边的阿压 再按到中间 连环的出球 最终都能散下人 结果拿到角球 一队的逸锋 右边的阿压 左边的马尔甘 都是关島的进攻主力 第一只手是什么意思呢 准备开过内湾的角球 其实看新型平均的高度 港队会少占优势 开进来 跌在这里 新组再 一顶的时候顶横了 哇 这边 你的竞射 看来应该能散到人 不过球证就说 没事 这个球都挺危险 应该是散中了少奇 没错 陈少奇 上半场都经常回房 是顶住对方的攻势 刚才角球 我都可以说为香港队的后防 敲响了警号 接着又看到阿历山大利尔 这个球想出 怎料他踢不到球 高帆回来拿到 但高帆也看来能够困到阿群 其实高帆回房的线 不太准确 差点被阿历山大利尔 还能够困到 换边之后 其实也是 香港队主导了赛事 这次是一个直线 也很漂亮的 新组给阿历山 其实阿历山 很多次都是偷 两个中路手杖的背脚位 这样利用自己的速度去制造威胁 高帆 终于可以有机会 用自己的速度 爆炸对手 摆回中间 接着让少奇 少奇第一时间一比 其实这个球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威胁 也看到门将 Herwig 是坐定粒笼 打算抱着球 谁知道有点回头膝 减慢了球速 再加上阿历山 没有放弃 再追前的时候 这样令Herwig犯规 12码 12码盔之手给新组处理 可惜他射中柱 自己主场旺角 长条门柱 不知道是不是很熟 射得这么准 结果错失了张领先休息 拉开的机会 他由来到尾都看着守门员 谁知道守门员又没有说是 非托先 即是捉路 可能因此影响到他最后的半决 新组再闹前 这次墨基被撞跌 吹发 又是12码 墨基后被入替了林家蔚之后 挺活跃的 因为他很肯走 这次令到阿历山大里尔犯规 撞跌了他 12码 看见艾力士 后被入替的墨基 这些速度 其实可以不断欺击 关到后防 第二个12码 不让新组射了 墨基拿了新位 看看这个阿历山大里尔茅到 完全他都不知道可以来做什么 结果整份都撞了下去 看见艾力士操刀 没问题 同样射到门将的右下角 这次就完成了 但他入了球后 好像走过去想挑衅人 其实当时形勢大好 在令史路上3比0 66分钟 再加上对方也有些球员 是开始体力下降 以为港队应该可以继续取得入球 艾力士 压压压 令守门人捉错路 因为之前守门人的Hervic 也有少少挑衅艾力士 所以进了球后 艾力士也迷回他回头 但到了尾段的时候 想不到 关道大反击 凭着一个长的交球 马尔金扔回来 纏着一批批后 古莲菲是顶成1比3 领先3球后 香港队反而有些集中力下降 好像比头舒服 这个球是防守一次死球 当然对方的组织也是好的 但是完全走漏了入球的古莲菲 落后被追成1比3 之后 关道继续来 接着一次死球 马尔金不是飞铲起脚 结果80分钟 关道一度追成2比3 还有10分钟的发定时间 什么事都会发生 领先3球 现在双方双方的差距 收窄成为1球球 难怪双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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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的时间越来越少 所以港队受的压力 也算不是十分太大 接着港队也换入了徐德瑞 希望凭着他的经验和中场空球 可以主导一场比赛 麦基这球传来比新组都能顶得到 这模式没办法威胁对方 瞒着Hervic 对方是什么 所以新组不能发力 除了瑞给麦基 再出新组 接着又是长角球球 其实长角球球进来 港队也有些困扰 麦基快捉了反击 压力刺在前面 徐德瑞也在掩蓋上去 但關島回防速度也算快 橫拳給了王陽 王陽轉過來給左手的徐德瑞 再將他的後處位 頂就頂到了 壓力士無法發力 如果他點過來中間給麥基 不知道會否機會更大 到尾段就互相拚取了 麥基進來之後很拚命 不斷踩行Turbo 不斷進入六球 不斷就爆了 這球新組跟壓力士來的配合 最終羅伯圖這球彈到九樓那麼高 最終麥基的頭槌點過去 可惜又被對方的格蘭斯解圍 麥基多走動 始終他是一個相當積極和勤力的球員 到尾段了 壓力士給了麥基 你看到馬爾金慢慢轉過來 但是麥基憑的速度也壓過了對手 也射過了守門員 在他的十指關 但是後面原來還有卡帕拿體 力寶不再多失 3比2,港隊都能擊敗關島 東亞足球錦標賽第二圈的首日賽事 朝鮮才是以2比0擊敗中華台北 香港也順利以3比2擊敗關島 現在暫時是朝鮮和香港都能夠排在榜首位置 看起來是聯賽訪的形勢 朝鮮因為有兩球的正勝球 所以暫時是壓著香港排在首位 就是國得三分,香港排第二 而關島得色球差比較好 排第三 中華台北暫時是排第四 好,跟大家預告一下 接下來是11月9日 即星期三 將會進行第二個比賽日的賽事 在4時9時 關島將會對著朝鮮 看看到時關島會否 可以在第一場輸球之後重整 對朝鮮有些好的表現 至於香港隊的球迷當然要在7.9 留意香港主場對中華台北的賽事 看看香港可否儘量在中華台北身上 爭取更多入球 在 wiz horse海會兒 在3時中華台北的同步 就有封場 由香港人 再到3時中華台北身上 又一間